泰鲁閣國家公園薩克當部落在這次地震動發生了大崩塌 目前知道有六個人在這裡遇難了 而7號上有10點鐘,中橫公路東端搶通 搜救人員前往天翔取得當天觀光巴士的畫面 確認失聯的新加坡夫婦是在薩克當站下車 因此也懷疑兩個人被大崩落的土石給波及 而今天的重點搜救都鎖定在薩克當 面對泰鲁閣,一家人雙手合十 跟著道士一起念金場面一片哀妻 她們是21歲弧姓女子的家屬 6號下午特首隊在薩克當部道發現弧姓女子 立刻將人給救了出來 時刻一天家屬回到山谷進行招魂 不只弧姓女子的親人,還有其他家屬 一早就到薩克當部道站在泰鲁閣路牌前哽咽祈禱 希望失聯家人趕緊出現 強制收救來到第五天,還有六人失聯 包含遊戲媽媽與兩名小孩 綜合礦場的消息男子 其中兩位來自新加坡的澳籍遊客 也被監視器拍下搭乘公車 在薩克當部道下車,只是人在哪裡依舊下路不明 基地位的狀況是怎麼樣 建位不大 石頭的盾位非常大 那我們人力其實做破壞跟推頂其實是相對的困難這樣 現場操作餘震不斷,還有落石的部分 那其實同仁的心靈其實就滿大的壓力的部分 搜救人員透露搶救過程不斷有落石向下砸落,增加救援難度 尤其巨石數量眾多,特殊隊員無法移動 只能出動重型機具進入,先把石頭移開 再用小的怪手挖掘盡量不要傷到遺體 因為有家屬擔心怪手挖掘會傷害到遺體 如今特殊隊員想方設法 要派三輛重型機具搭配小型挖土機 進入災區搜救要盡快讓家屬團聚 記得做報導